时光的河如海流 终于我们分头走 没有那个港口 是永远的停留 眼界上的开阔吧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不管是学习知识 还是说实习给自己带来的经历 然后都让自己去更加的了解了这个世界 人生观 价值观 以及一些知识储备 然后有了一定的提升 我觉得我变得更加的开朗了 笑什么 不许笑 懂得了一些需要去选择的东西 可能选择是大学期间 我学会的最重要的事情 是变得更加的自信和稳重 然后收获了一群最重要的朋友 可能就是玩乐队吧 然后这次的歌会 我们乐队也要上去表演 想跟我男朋友说 就是能在那个研究生期间 遇见你真的感觉非常的幸运 然后也希望我们两个 能够成长就有的走下去 像最深的一个人 不想说出他的名字 但是我想说非常感谢你给我带来的一些感动 虽然可能之后没有办法真正的和你成为 想成为的关系 但是没有关系 接下来大家都会进入自己未来的阶段 希望在未来阶段里我们各自努力 然后终有一天如果还能相遇的话 希望我也会勇敢一点 觉得我们四个将来要去三个不同的城市 希望还是有机会可以再见面 然后进场去吧 就起码是大家结婚的时候都要到场 尽早做好职业规划 抓紧时间多读点书 注意身体 劳逸结合 不要老熬夜 我希望大家都能在大学期间 找到自己的一份热爱并坚持下来 珍惜好本科四年的美好时光 然后也希望大家相信 努力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保持对未来的幻想 要告诉自己所有都有可能 所有都是可能实现的 不管你现在经历着什么酸甜苦辣的事情 这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请好好珍惜 继续加油吧 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初心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然后还要变得勇敢一点 保持记忆向上的心态 去面对一切挫折 我觉得你挺好的 就认识到自己身上的赏光点 健康平安就行了 록评订阅 能够保持